人去接他们回复我的事 他们说现在我公司遇到这么多事情 然后我这边也很老虎 然后他们也不想连累我 不想给我添麻烦 因为阿姨跟他们两个也什么都做不来 只会打扫卫射啊干嘛呢 公司的事情那些电脑他们也搞不来 知道吧 我说又是学的话没有问题的 他们也没有耐心 然后呢就说不想给我添麻烦 然后呢先他们找一下工作 就是看有没有适合的工作 他们先上这班 知道吧 先上这班 然后我说那行吧 那我这几天尽快把事情忙好了 然后再去看他们吧 对不会放弃的啊 我们永远都是朋友啊 永远都是一辈子都是朋友 对一辈子都是好朋友 所以呢我不管在不在我公司啊 可能现在我公司遇到事情 他们也不想给我添麻烦 不想连累我 所以呢啊 那种 但是呢我也把公司事情处理好之后 我该去找他们的时候找他们 该帮助他们的时候帮助他们 知道吧 我不可能说是放弃什么的 我不可能说是放弃什么的 毕竟是对吧 好朋友 对 男女朋友的话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的话就是 你们说的是哪一种是男女朋友啊 我觉得男女朋友是应该是在一起了 那才叫男女朋友吧 毕竟我们两个的话 就是我跟他表白他也没有接受 所以呢 呃 我我承认是有有相互喜欢的有一点 对 但是呢 呃 没有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不能叫男女朋友 对不对 就是说缺帝关系 比如说在一起了呀 就是比如说 对吧 你们懂的吗 啊 这不用我说嘛 全年人都懂吗 对吧 就比如说在一起了 那叫男女朋友 对吧 像我们这种 现在目前只能算是朋友 对吧 不能说是男女朋友 啊 老姑老婆呢 极乐灰才叫老姑老婆 对不对 男女朋友呢 什么也才男女朋友 就是说 就两个人确定关系 已经在一起了 那种就叫男女朋友了 对不对 我说的实话 一就一 二就二 对吧 毕竟我也不想去 因为我是一个男孩子 无所谓 但是阿子墨是一个女孩子 我不想去 就是说我跟他没有确定关系 没有确定在一起 之前我不想去影响他的名声 知道吧 你说我现在 我说他是我女朋友 怎么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缘费 如果走不到一起的话 我会影响他的名声呢 到时候他找个男朋友 或者嫁人的时候 你不是说 你不是那个阿伟的前女友吗 怎么怎么样 你们两个不是在一起过吗 怎么怎么样 这样子的话会对他有影响的 知道吧 我无所谓 我是一个男孩子 我影响不大 但是我不想影响人家女孩子 她是一个心底上脸的姑娘 对吧 好姑娘 那么应该要配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那么有一天真的 我们两个真的走不到一块 比如说没有这个缘费 那我真的不想毁掉他的名声 所以现在我承认喜欢他 或者他可能也有点喜欢我 但是这是一回事 对吧 那么真的有这个缘费 哪天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了 那就是 那就是可以叫男女朋友了 不只叫男女朋友 甚至还要叫老姑老婆 知道吧 但现在这个目前来说 还没有确定关系 不能这么叫 叫了之后会影响他的名声了 知道吧 我说的实话 那我无所谓 我现在可以叫他 我叫他是我女朋友啊 阿子墨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说了话要负责任的嘛 对不对 我跟他表白被他拒绝了吗 你们不知道吗 那么现在还没有确定关系 对不对 那我这么去做 这么去说 会影响到他的人生 影响到他的名声 知道吧 万一真的上天安排 真的我们两个没有缘费 没后天 真的走不到一块 对吧 我再次跟他表白 他也再次把我拒绝 然后就没有这个缘费 真的不是天生的一对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把毁掉他的名声了 他是不是以后就不好嫁人了 对吧 毕竟我们在网络上也也搞得这么的 这么的那种 知道吧 那以后谁都知道 对吧 就比如他未来的老公 不知道未来的男朋友 不知道的他 未来的老公的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哎 兄弟 你这个女朋友不是那个 以前跟阿伟在一起的那个吗 哦 不是阿伟的前女友吗 这样子就毁掉他的名声 对不对 虽然我们两个现在 有互相帮助啊 互相关心啊 有点喜欢 这是正常的 对吧 喜欢一个人有错吗 没有错吗 对不对 正常的嘛 但是呢 要确定关系才叫拿女朋友 明白了吧 我说的对不对 直播就说 来 公屏上2600多块的给我打出来 我说的对不对 说的对 就给我扣个一 来 咱们玩的就是真实啊 说的就是真实 对不对 不喜欢拐弯冒脚的 对不对 真实一点嘛 对吧 有些东西有些事 不能太着急啊 我都不着急 你们着急什么吗 是不是 我找个女朋友 我都没有那么着急 你们着急什么吗 我付出的 不多吗 对吧 我的七吹 不是七吹吗 我一夜的花了 半年的七吹 对不对 但是现在 不敢确定 走到一起 那么就咱们就不要去着急 对不对 时间会证明一切呢 对不对 我这个人就实话实说 我喜欢阿子 很正常嘛 对不对 我承认嘛 但我不敢说他非要 跟我在一起嘛 对不对 这都是原费嘛 等我们两个真的在一起的话 那不要说叫男女朋友了 就直接叫老婆老姑了 我的天哪 还在 在整个小阿伟 是不是 在生个小阿伟 这不挺好的吗 他现在不能着急 不要急 有些事呢 就一步一步来 我现在头都这么大 咚 哪有戏去去 搞什么 阿子喜欢阿伟了 阿伟也喜欢阿子了呀 我更喜欢他呀 我喜欢他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呀 周末都一睁眼睛就看到他那种啊 我的天哪 太吓人了 抓八级的 我很喜欢他 知道吧 他是在我万人之州选择的一个女孩 我晚上周末都 呜呜呜呜呜呜呜 眉醒了就是他 知道吧 周末说阿子 你在干嘛 真的是这样子的 我睡觉都在哪 阿子 阿子 这玩意儿吧 哎你真动 但是真的这个缘分很重要 有些东西你不一定珍惜 就能够等到 知道吧 上天安排的最大 不一定你珍惜就能得到 知道吧 感谢关注 谢谢 没有关注阿伟的 给阿伟点个关注 然后咱们把赞的点一下 好不好 歌集是吗 给我点点赞好吧 赞赞都点到三十多万了 我的天呐 这人气到2700多 马上3000人了 来 我现在我刚刚说话的时候 没有鸡神 现在鸡神又起来了 现在鸡神 我一说到这个阿子墨 我鸡神又起来了 鸡神又满满的 我跟你们说 现在是打到什么情况 现在是打到一天没有见到阿子 我就做梦的墨见他那种 阿子 阿子 你在干什么呀 就是那种奇怪 你说屌不屌吗 我的天呐 对啊 小阿子 小阿子 吃饭也小阿子 睡觉也小阿子 哦 一天只有两个时间 一个时间就是晚上 一个时间就是白天 那么白天晚上都在想他 我的天呐 一便 都在不屌 一滚 我一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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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好 让我 你的